大家好,我是莫sir,今天會和大家講的課題是,剛體的平衡,上集 在上兩課,我們就講了牛頓運動定律,討論很多會動的東西 在這一課,我們就會更加仔細地討論一些不動的東西 不動的東西有什麼好討論呢?例如我桌上就有一個盒,這個盒是不動的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作用於他的淨力就是0 所以將桌向他私家的發向力就和他的重量量值是相等的 搞定,收工,大家可以回家,是不是這樣呢?不好意思,事情就不簡單 我至少可以給你三個例子,一個本來不動的物體,即使他受到的淨力是0 他也是可以變成動的,有些這樣的事?我給你第一個例子 我們來看看這個長方形的物體,如果我們在他的上面私家向左的力 並且在他的下面私家向右的力,這兩個力的量值相同 那作用於這個物體的淨力就是0 這樣給了兩個力之後,雖然他不會由一個地方移動去另一個地方 但是他會做另一件事,就是旋轉 這個就是第一個淨力等於0,但是東西動了的例子 然後我們又看看另一個長方形的物體 這個物體就受到來自上面和下面兩個力的影響 兩個力的量值是相同,所以淨力也是等於0 雖然這兩個力不會讓物體由一個地方移動去另一個地方 但是就可以將它按扁 在這個變形的過程裡面,物體裡面的粒子就動了 這個就是第二個淨力等於0,但是東西動了的例子 最後我們就看看這個氣球 我們用膠紙把氣球貼在一支飲管上面 而這支飲管就穿在一條水平的繩上面 如果我把手放開,在放開的那一刻,氣球所受到的淨力就是0 但是這個時候,氣球會將裡面的空氣噴出來 在有空氣向左噴出來的同時,氣球剩下的部分就會向右邊移動 這個就是第三個淨力等於0,但是東西動了的例子 原來,即使作用於一個物體的淨力等於0 它仍然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在內部進行很多不同的運動 那麼,如果我們很想確保一個物體真的不會動的話 除了淨力等於0之外,還需要達成什麼條件呢? 在這一課,我們主要就會集中看看 怎樣可以確保一個物體不會開始旋轉 在進入這一課,我首先要解一解題 什麼叫鋼體呢?按照字面的解釋,鋼體就是堅硬的物體 那麼一個物體要怎樣才算是堅硬呢? 如果我們要給一個科學少少的描述的話 堅硬的物體就是不會變形的物體 又或者如果你想要一個嚴格的數學定義 就是物體上任何兩個粒子之間的距離始終會移不變 舉個例來說,我這隻杯可以視為是一個不會變形的物體 又或者我以前的手機也可以當作是一個不會變形的物體 相比之下,這個小毛弓只要稍微受少少力就會變形 它就不可以被視為一個光體了 當我們假設一個物體是光體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討論它會變形或者分裂的情況 這樣呢,只要我們確保這個物體不會旋轉 理論上就可以令它一直維持在靜止的狀態 不過,在這裡我也要提醒一下你 這個世界其實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光體 就算是諾基亞受了力之後都仍然會輕微變形 只不過很多時候它變形的幅度非常小 小到我們可以假裝說它沒有變形 好了,當知道了什麼是光體之後 如果我們想討論關於旋轉的問題 就需要認識一個叫做力舉的概念 我們之前討論力這個概念的時候 就沒有提及過C力點的問題 但是其實同一個力如果作用在一個物體的不同位置 所造成的結果可以是不同的 在剛剛的例子裡,我就提到一個長方形的物體 如果我們好像現在這樣施力的話 這個物體是不會旋轉的 但是如果我們的施力點是一高一低的話 這個物體就會開始轉的了 我們需要有一個方法來量度 一個力對物體的旋轉會產生幾大的影響 而那個方法就是量度它的力舉 力舉有時候都會叫做轉舉 在平面空間上面,如果我們要量度一個力的力舉 首先我們就需要選擇一個支點和一個方向 就好像我們量度衛儀當時需要選擇圓點和方向一樣 例如我們可以選這一點做支點 接著就選逆時針方向做正 在平面空間上面我們只有順時針和逆時針這兩個方向可以選擇 好,接著我們就有兩個方法來量度力舉 第一個方法就是這樣 我們首先在支點和施力點之間畫一條直線 接著我們就要量度兩樣東西 分別就是由支點去到施力點的距離 以及由這條線去到這個力之間的角度 我們就可以用R和θ來表示它們 那麼這個力的力舉就是tau等於Rxfxθ 如果這個力舉是逆時針方向 那麼tau就是正數 如果力舉是順時針方向 那麼tau就是負數 這個就是第一個定義力舉的方法 而力舉的單位是nm 力舉的第二個定義方法是這樣 如果我們由施力點開始 沿著力的方向畫一條直線 那麼這條直線就叫做施力線 接著我們就需要量度由支點去到施力線的距離 我們可以用d來表示這個距離 計一計條數就可以發現d等於Rxθ 所以我們就可以推算出力舉的大小是tau等於fd 這個就是第二個定義力舉的方法 可以看到fd其實是這個長方形的面積 這個也是我們將tau叫做力舉的原因 這兩個計算力舉的方法都請你記住 視乎實際情況 在分析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用第一個定義就比較方便 有時候用第二個定義會比較方便 另外我也想介紹一個叫做力偶的詞彙 如果有兩個或以上的力 它們全部加起來後等於0 但是它們的力舉全部加起來後不等於0的話 那麼這一堆的力合起來就叫做一個力偶 一個力偶作用在物體上的時候 就不會令到物體由一個位置移動去另一個位置 但是就可以改變它的旋轉狀態 以上就是一些你在這一課裡需要識的詞彙 都有一些多的 所以就請你花時間記一記 那麼第一集我就暫時說到這裡 下一次我先告訴你力舉和平衡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在講解它們的關係之前 我現在想先跟你練習一下力舉的計算方法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做兩題簡單的例題 跟以往一樣 例題是有中英文版的PDF可以下載 連結就放在這條影片的下面 有需要就自己去下載 這一集總共有兩題例題 我們先看第一題 我們先看第一題 每一個力的力舉 然後加起來 題目說我們要對ABC三點分別計算正力舉 我們首先對A點計算正力舉 我可以先寫下 考慮對A點的力舉 考慮對A點的力舉 取逆時針方向為正 好了 要計算力舉 我們有兩條式可以選擇 第一條是TAU等於RFsinθ 第二條是TAU等於Fd 在這題內 用第一條是比較方便的 我們首先畫一條線 穿過ABC這三點 然後我們就嘗試用TAU等於RFsinθ 來計算F1的力舉 由於F1是踩正在A點上面 所以R就等於0 也因為這樣 F1的力舉也是等於0 然後就到F2 我們又來看看TAU等於RFsinθ這條式 由A點到B點的距離是0.08米 所以R就等於0.08 另外題目也告訴我們F2是等於200N 還有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得出 這個角θ是等於90度 F2的力舉是逆時針方向 所以TAU2是正數 最後就看F3 同樣都是用TAU等於RFsinθ這條式 由A點到C點的距離是0.58米 所以R就是0.58 然後題目告訴我們F3是等於30,000N 另外從圖中我們都可以看得出 這個角θ是100度 F3的力舉是順時針方向 所以TAU3是負數 現在我們只需要把這三個力舉加起來就可以了 正力舉是等於R2F2sinθ2-R3F3sinθ3 那麼F1的力舉是等於0 所以我們都不想寫 將所有的數字代入去 就可以得到 0.08乘200乘sinθ90度-0.58乘30,000乘sinθ100度 計了出來就是-17100Nm 這個就是對A點的淨力舉 對B點和C點計淨力舉的方法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只需要把剛剛做的東西重複兩次就可以了 我都很快講一講吧 考慮對B點的力舉取逆時針方向為正 那就回去看看圖吧 現在我們是用B做支點的 對F1來說 R等於0.08 F等於500 而θ等於90度 力舉是逆時針方向的 所以TAU1是正數 接著F2踩正在B點上面 所以力舉是0 最後對F3來說 R是0.5 F是30,000 而θ是100度 力舉是順時針方向的 所以TAU3是負數 將所有的力舉加起來就可以得到靜力舉 那就寫了 靜力舉等於R1F1sinθ1-R3F3sinθ3 將所有的數字代入去 就可以得到 0.08x500xsin90度-0.5x30,000xsin100度 等於-14700Nm 這個就是對B點的靜力舉 最後我們就考慮對C點的靜力舉 取逆時針方向為正 又回去看看圖 這次我們就用C來做支點 這樣對F1來說 R是0.58 F是500 θ是90度 力舉是逆時針方向 所以TAU1是正數 對F2來說 R是0.5 F是200 而θ是90度 力舉是順時針方向 所以TAU2是負數 最後F3只針方向C點 所以力舉是0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力舉加起來 這樣就寫了 靜力舉等於R1F1sinθ1-R2F2sinθ2 將所有的數字代入去 就可以得到 0.58x500xsin90度-0.5x200xsin90度 計算出來就是190nm 這個就是對C點的靜力舉 第一題就來到這裡 都真的沒什麼特別 只是想和大家練習一下用TAU等於RFsinθ這個顏色 在接下來的第二題 我們就會練習另一條計算力舉的顏色 我們先看看題目吧 下圖顯示一塊邊長為0.2米的正方形指板 有兩個力F1和F2作用於指板上面 它們的量值都是15n 然後呢 題目就給了一幅圖我們看 在這幅圖下面 題目又說 試對O點計算作用於指板的靜力舉 跟上一題一樣 我們要做的東西就是計算靜力舉 而今次我們就需要對O點計算F1和F2的力舉 然後將它們加起來 要計算力舉 我們就有兩條式可以選擇 就是TAU等於RFsinθ和TAU等於Fd 其實TAU等於RFsinθ也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我們可以首先畫一條直線穿過AOB這三點 然後呢 我們就需要找出由G點到C點之間的距離 使用不時定理 就可以計算到OA和OB的長度 都是0.1乘2的開方錦德米 然後呢 題目又告訴我們 兩個力的量值都是15n 而最後由於這是一個正方形 我們都不難看得出這兩個角都是45度 那麼呢 我們就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計算出對O點的靜力舉 不過這一題是有一個更加簡單的方法來解決的 今次我們就試一下用TAU等於Fd這條式 首先我們由A點開始沿著F1畫出C力線 然後再由B點開始沿著F2畫出C力線 接著呢 我們就需要找出由G點去到C力線之間的距離 而我們都不難看得出這兩個距離都是0.1m 所以對於這兩個力 F就是15n 而D就是0.1m 兩個力舉都是逆時針方向的 所以TAU1和TAU2都是正數 連計算機都不需要按 我們就可以把靜力舉計算出來 那麼我們就把答案寫下來吧 考慮對O點的力舉 取逆時針方向為正 正力舉就是等於F1D1加F2D2 也就是15乘0.1加15乘0.1 計算出來就是3個Nm 搞定非常簡單 以上就是計算力舉的兩種方法 請你看情況選擇比較方便的那個 當我們明白了怎樣計算力舉之後 就可以討論平衡問題了 下一次我們就進入正題 討論光體平衡的條件 那就到時見了 拜拜